这盘棋讲解的是能否复仇成功 2022年的深圳成都职业洗手的也在 我们来看一下手忙第二盘棋 第一盘棋是玉朝庚 最后跟郑文彤残局差不多 就是有机会吃鹅子的情况下没吃 结果一手软输掉了 本军看一下复仇之战 这儿是重骑兵 这边对骑足 平炮视角 黑方掌局 双方形成一个视角炮对横局的变化 这度起 红方架下中炮 黑方正常出紫 三不虎 红方出局比较慢 先出左局 黑方上边马 一再找机会可以打局 红方先把局拿起来 黑方一看打局就没作用了 他选择架中炮 这儿等于形成一个猎手炮 那红方赶紧要把局拿出来 黑方就齐和 局高底下 很明显 黑方的速度非常快 红方的话 这个戏也是正常把局开出 他的目的是点局 吃对方七路马 对方的七路马非常弱 所以呢 近七足 他是一个以攻待守 这样的话就解除了 红方进局吃马的手段 那红方就赶紧对局 通过振兴好 欺负黑方 黑方也是接受了 这儿你不对的话 他上马打局 随意换掉 结果换之后呢 红方踩一个 黑方呢 不肯交换 红方上马再对 黑方闪开 双方经过这样的交换之后 红方多了一颗中兵 黑方就先捕士 找机会再吃掉他 红方平局抓相 黑方不得已打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相就丢掉了 到这儿以后呢 架中炮 退回 那么对方上马 这也就平局过来 现在这个器啊 中间吃马 那红方也只能上马 黑方捉 那红方退 那么在这儿 他也只能变招 把相吃掉 红方冲兵 黑方可以考虑啊 先对掉 再退局 比较稳正一点 那么他这里啊 先退局 这其实呢 也就相当于给了 红方一个回马机会 那么你再吃 人家吃你一个马就行了 将来进去牵住你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器啊 一旦巨炮数千 你甩炮 人家出了点铁门栓 这边其实是等着数了 这个优势将非常大 因为你空没啊 没人防守呀 天机炮现在杀你 还过了个兵 所以这个棋啊 就回马就可以了 实战的话 红方走的是初帅 黑方也就冲掉 这儿一蹬之后呢 炮退一步 现在这个棋 红方就品炮 试图天地炮 但是黑方这个局啊 已经从容退回 所以能想攻下去 很难 黑方就简单 炮吃掉 准备把项链起来 而红方呢 就想先去打 黑方就选择一个知识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必须得将 不然黑方过来吃双 将一军之后呢 对方上 看似危险 实则到这里啊 没有那么可怕了 刚才那个棋啊 行天机炮就输了 现在这个棋 只是红方占优 红方这时候 应该用马去吃炮比较好 那么你捉 它其实呢 可以退 这边甩炮的话 鞠可以跟 所以说这里的话 红方可以去利用黑方 黑方也只能过来吃双 这儿正常是要飞向 双方形成交换之后 那所以这样的棋的话 红方还是会好一点 因为它可以呢 进鞠吃马 抢对方的足 或者是啊 进鞠直接吃对方的足 这儿呢 这个棋 将来会多一个兵 走这个残局 红方呢占优 但是营起难度啊 仍然是有 实战的话 这个棋 它没有选择 用马吃炮 而是用象去吃炮 这样一来的话 就给了对方一个 对鞠的机会 那么刚才如果用马 去吃掉炮 你要是对鞠啊 他现在向着炮 你来不及 就算你走开 人家这边有个 点将踩市将军 其实手段在里面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啊 那可见这个棋 你又对不到鞠了 现在这把鞠对掉以后啊 这就不好赢了 双方都是马炮 这怎么赢 然后呢 这棋 红方甩炮 是看着边线 找机会可以威胁对方 这儿也算非常积极啊 不过黑方这个防守 也确实是精彩 这儿他上马刚好 看着足还踩你兵 这就属于高超的运则了 红方回来之后呢 看着自己的兵 黑方现在就捕士 红方推炮 一再呢 有一步马走开之后呀 平炮偷袭 对方赶紧一下老将 红方也就上马 准备过来将 黑方下出了炮五退一 此招一出呀 不但挡住你的炮 而且你的马也回不去了 所以你现在要强行回马的话 纳志齐啊 现在对炮一踩马 或者踩马一对炮 他就是个合棋 随着这里的话 双方都很难所发展 毕竟没有明显的一个优势 你红方只是多了一颗像而已 所以双方这里就握手言和了 那么具体能否复若成功呢 看第三局啊 这番棋讲解是 先期后取 201年的支营会 红方往小华 黑方是余华 开局中炮 对战平风马 红方挺骑兵 这儿的话形成一个横距 黑方的话选择飞左向 当然也可以飞右向 飞左向是避其锋芒的走法 那红方就G1平4 这儿控制对方的马 顺便封锁降门 对方快速出G 投入战斗 红方这个G呢 出不过他 红方选择炮分边 准备呢 让其先行 断其后续 对方二路线 成为他的脱力 对方走的是炮2退1 那么 你一出局 他刚好来一个一心换位 炮2平7 准备将来在马歇进8反击 红方的三路线 阴约约感觉到有压力 红方马歇进6 用炮来看住马 将来准备呢 上马助攻 黑方马歇进8 就跳出来 这儿红方就踢进去 然后呢 对方选择踩进来 意思是通过踩炮 换马的方式 逼红方去转换 红方就先对掉 黑方也是打掉 到这儿的话 黑方这个形式还不错 那红方这个棋呢 点狙过去 就准备平狙啊 隔断他 这样的话 这个棋 你就不能威胁他了 黑方现在面临啊 这个狙还有吃毒吃炮 所以他索性先打出来 这儿的话 红方就炮分棋拆开 也不让你换了 将来一捕项 再利用你 那黑方抢先过来 来一步打马 红方只能飞项 黑方也就简单进行转换 到这儿把炮的掉过来 这个局势呢 应该说黑方兵种好一些 到这儿把剧量出 红方的话 掌局也是看住兵线 不让对方切入 对方的话 虽然说兵种好 但目前来看的话 也没啥手段 现在呢 红方赶快拨试 连起来 黑方也是补个试 红方呢 就平鞠 先赶炮 对方跑去平溜 闪开 红方一捉 对方又过去 那么这里不能长捉呀 红方选择是炮 把足打掉 这样的话 准备做中炮 那现在对局 红方不得不对 否则炮要丢 对完之后呢 弱势就拍一张 所以出去 不想被他利用 现在向着炮 那红方就退了一步 黑方掌鞠 护住了足运线 红方冲兵 准备威胁对方的马 黑方自然是退回 鞠八平五 再把他逼退 对方撤回以后 这里呢 炮三接二 打着鞠 那么对方 如果上马 那就是一个交换了 现在这个棋呢 对方走的是回马 想赢 这儿的话 红方也是吃 黑方这个棋呢 就平鞠 接下来 红方走的是前炮退役 不让你上马 控制你 对方现在进炮 找机会可以做中炮 把鞠限住 红方赶快落势 加以调整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还是没棋 那选择进老将 红方呢 平炮过来 这儿黑方选择 交法式飞向 就挡住你 红方现在呢 炮就退役 黑方现在 炮武技艺 交给马 红方不炮 甩过来 准备到底线啊 进行一个发难 黑方就抢先过来 不让你驱动 那现在下几炮 也没用了 红方走 鞠武进一 这儿的话 黑方走的是 向 五退三 双向连结 准备随时 这个炮退回去 交给向 马就灵活了 那么红方 冰久进一 你要退炮的话 冰冰过去了 所以暂时还不能退 他鞠西进一 先守住 这儿的话 红方就 出老帅 试图要把鞠走开 那黑方一将就不让 红方知个事 强行要把鞠脱身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就马四进六 准备运马过来 红方现在 鞠先退一步 避免对方 有一个杀势一将踩掉 将来马炮足兵中好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黑方小足冲过来 你现在不能向 向完之后破你试 那红方现在 推炮回来 要打鞠 还要打马 对方的话 先闪开一步 你要是炮二平四 杀你的向 所以红方 炮二平五 这儿必要时候 进行一个转换 对方赶快闪开 不愿意换 要迎齐 那么红方选择 居五金三 要捉马 黑方就马路进八 准备切进来 眼看黑方四个大子 虎视眈眈 红方怎么办呢 红方居五平二 先来一步叫杀 那对方选择飞象 将来将军可以落象 这儿的话 这个棋 你要是打出去的话 就没劲儿 现在红方选择 是先点将 继续牵着他 然后对方选择落势 接下来这棋 红方走的是 向掉对方的足 这儿对方选择一个补式 因为将军 然后呢 这个向又连起来 接下来对方选择 是穿了一将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选择炮退一步 黑方可以选择 招法是吊鞠过来 先骑后去 你要吃的话 我先杀你一将 跳马一将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 黑方鞠马破了一个式 稍好一些 不过红方也可以下 那么实战的话 他没有选择这一步棋 而是选择撤回 这里就被红方 把向给打了 到这儿以后呢 对方只好知识啊 这个炮一退回 红方至此明显占优 黑方这个棋呢 准备三子归边决战 这儿退回之后 准备一面打将 那么下敌炮 这里将军 然后准备呢 想重炮 但是对方这个点将呀 他这个抢弓啊 也有一定的手段 所以话到这里啊 红方就先飞了个向 准备呢解杀还杀 这就更精妙了 对方这个棋呀 千马进来就看住 不让你将 那这里的话 紧老帅 对方的话 把狙拼过来 这儿的话 想护住迎面啊 准备呢狙杀士跟炮 红方直接狙一将啊 这儿对方 你要出来就是一个重炮 所以对方选择一个落势 接下来这里旧皮啊 直接一将 就要抽对方的大字 那么走这一会啊 对方也只好认输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放中狙的话 他一推炮打死狙呀 你出来的话 他也不吃炮了 直接给你一将啊 这儿硬是把狙打死了 所以这个棋 余优华不得不认输 王奖华获胜 请查广告